他本人是F1的學生簽證 朋友是美國公民 他們的關係並不是夫妻的關係 不知道這種情況可不可以一起申請這個房屋貸款呢 一起持有一個房產呢 如果可以的話 首付會不會需要很高呢 因為兩個人的關係 並不是非常親近的夫妻關係嘛 而利息的話會不會因為兩個人的關係受到很大的影響呢 會不會有什麼法律的問題呢 我看來這位朋友的這個問題真的是非常之多 我們趕快請出專家來幫他解決 幫他請到的專家是嘉信貸款資深貸款專家李奧 李奧您好 李奧您好 各位聽眾朋友們 週五早上好 早安 像他這麼多的問題你就一個個幫他來回答吧 行行 沒問題 那我就一個個回答好了 第一個 在貸款申請的時候 如果您的收入不夠高 貸不了這麼多款的話 您是可以選擇加一個Cosiner Cobor就是聯合貸款人 把他的收入也一起加進來 這樣的話你們可以一起qualify一個更高金額的貸款 那通常這個人的話可以是您的配偶 父母親人甚至是朋友 這是可以的也很常見 打個比方原本您的年薪是5萬塊一年 算下來的話大概可以貸個 let's say 30萬左右 但實際上您想貸50萬 可是您的薪水又不夠 貸不了這麼多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們發現 比如說您的配偶的年薪是3萬 或許就可以嘗試把他的薪水一起算進來 用你們兩個人的名義共同去貸款 OK 這是OK的 可以的 那第二個問題 加一個Cobor 加一個聯合貸款人的話 是不會影響到首付的 那你首付本來該付多少就付多少 不會因為家裡一個人 貸款申請人就會被影響 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 關於利率的話 那貸款申請人的利率 這個信用分數是會影響貸款利率的 兩個人一起去申請的話 銀行所採用的那個信用分數是較低的那一個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的話 加一個貸款申請人是有可能會影響到利率的 當然如果你找一個信用分比你還高的人 幫你一起申請 那就沒有問題了 OK 那最後一個問題 關於法律的話 這個最好是去諮詢律師 但一般來說的話 常見的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要加一個貸款申請人的話 在房屋產權上你要不要也要加上他的名字 或者說銀行會不會要求 產權上必須要加上他的名字 這個的話需要申請人先自己先考慮清楚 同時的話也需要了解銀行的要求 有的銀行的話有些時候要求會不一樣 那在這裡的話 我也想要提醒各位聽眾 就是加一個人進來一起貸的話 有的時候會有幫助 但其實有的時候也不一定 因為如果把Cobora的薪水算進來的同時 它的利ability也同時會被鑽進來 不可能說只算好的不好的 我們就忽略不見 忽略不激 所以說有的時候如果說Cobora 它自己有房貸 自己有車貸 自己有車的 lease 有學生貸款 它自己都一身債務的話 那反而可能會有反效果 可能到最後你會發現 對 你會發現加一個人 對 不加分 反而減分 能夠貸的比一個人去貸的還要少 可能會有這種情況 其實他在做這個貸款之前 是先可以請這個貸款經紀幫他分析 就是說我要是加個朋友來 現在情況是怎麼樣 或者我不加這個朋友的話 情況會怎麼樣 讓他再做決定 對吧 對對對 我們都會幫客人先計算 如果不夠的話給他這個option 他去想想可不可以找到一個人 人家願不願意幫他做 那幫他做的話 我們也會跟這個Cobora去溝通 要了解他的情況 看看把他加進來的話 會是加分還是減分 我們都會給客人這個計畫 對 好 那有些 我知道有些朋友 他們是這種 就比如說我跟小天使 比如說我們接電話的小天使 我跟他兩個人 就說咱倆都一起投資去買個房 咱倆在這個產權上是一人一半 那麼這種情況 他這個就不算是 這個是兩個人都一起去貸款了對不對 他就不算是幫我去貸款了嗎 對 其實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就是兩個人一起貸款 跟房屋產權上放兩個人是不同的概念 相當於說怎麼說呢 我可以一個人去貸款 然後的話房屋產權上面 放我跟我太太兩個人的名字 然後的話我也可以跟別人一起貸款 但產權上面不放另外那個人的名字 當然這個要看不同銀行的要求 有的銀行的話要求是一定要放的 有的話可以不放 所以跟誰一起去貸款 跟產權上面放誰的名字 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明白了 那我還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比如說如果是兩個人 還是我跟小天使 然後我們倆去買房子 然後銀行比如說他幫我去貸款 但銀行必須要求他把名字放在這個產權上面 那這種情況可不可以過一段時間 再把他從產權上拿下來呢 還是他意思要貸 可以 那你們這個 對 如果他願意的話 你們商量好的話是可以的 OK OK 好的